我想問那個董事長 就是說第一 你認為中華民國領導人 應該如何來為台積電 爭取公平的合理待遇 第二 台灣人民對台積電的外移 都很擔心 全面外移 會影響台灣的經濟 半導體產業是核心的科技 全世界都在管制 您認為中華民國領導人 應如何保證台灣 和台積電的利益優先 不會逼台積電 幫政府做外交人情 這問題你要問 劉德英 你問我幹嘛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十個政治九個片 一個還在訓練 我是那個第十個還在訓練 我今天這麼多媒體 我要直接這樣回答 我只要講錯一個字 這不該我的事 現在我不是台積電董事長 你說假設的問題 你說我當總統 我現在國民黨出現 我都沒有出現 我當什麼總統那不回答的問題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 美國設廠問題最主要是 美國的這個人不願意進工廠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機會 也是韓國日本的機會 那麼他們當中在選的 Azrona是隔壁就Intel的工廠 據我了解是找了幾百位 我這數字因為我不清楚 我就不能隨便講 經過兩年培訓以後呢 結果那麼很多工 美國人在這邊又要做三班次 我記得這個Morris在接受美國訪問的時候 也講過我們台積電要求是 機器十二點鐘壞掉 一點鐘你人要晚上睡覺 要來到機場 Maintenance 不然這整個製程就斷掉斷掉 你後面這四十五天東西就慘了就沒有了 這是張忠摩在電視上Morris接受美國訪問獎的 我就講說我沒有這個亂講話 這個大家我現在講話要非常精準 因為我現在是被訓練中 可是呢在美國他今天週五晚上 他的女兒這個在學校參加一個party 你叫他回來這是個Different Culture 美國為什麼半島體衰落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訓練了一兩年以後 這些人呢要求很多要組工會啦 不要做業兩班制太辛苦講了一大堆 美國人本來就不適合做工廠 他們的文化 這是我們的機會 可是呢最後來台積電怎麼辦 他們有一個Plan B Plan B準備相同的數值也是幾百位 全家移民過去 萬一這個無納米製程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麼AIT你只要給他多少名額 申請全家移民喔 在美國申請一個全家移民很困難 這數字我也不敢講 但我想AIT給他們幾千 因為美國缺少是台灣訓練這二十年 這麼好的工程師 他希望把你整個移走 我覺得是美國最缺的 是台灣的人才 所以我想我們不要讓這些人 儘速的移走美國 那怎麼辦 我們就改改善台灣的這個人員的薪水 改善了製程 然後再加上我們改善那個環境 讓我們的小孩子有做很好的教育 所以台積電我們都給外商來利用 我們沒有好好的自己來利用 所以我這個問題我只能這樣 從另外一個角度回答說 今天美國很需要台積電 大量人才移過去 這人才移過去 對台灣總是不好的 所以為什麼 Morris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地緣政治對台積電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他也不贊成 再加上你要提供什麼 那我覺得說這個東西要negotiate 所以就用什麼大談判的時代的來理 這個談判美國政府是商務部在主談 那我們政府一定要做backup